大家好,我是Jersey 這次又來夾樂福購物了 利用我買的好物做出美味的減糖料理分享給大家 繼續看下去囉 在逛豆腐區的時候發現有賣這個千張豆子 外面很少看到,剛好是做減糖料理的好幫手 哇,薄薄的一扎 另外買了雞裡雞肉,上面的包裝很可愛 我要用千張豆子來做煎餃 自己包餃子內餡就可以多放一點 雞肉餡我事前用鹽胡椒跟米酒抓煙 簡單的像我這樣捲起來就可以了 雖然皮很薄,但不太會破喔 成盤囉,看起來就很好吃 每次去吃素枝煎餃的時候都會點個湯 這是自己做健康的番茄咕咕蛋花湯 煎餃皮很薄,跟一般麵皮很不一樣 吃起來感覺不到皮的存在 一口咬下滿滿的餡料,好吃 這個是蒟蒻米 我之前就有買過蒟蒻絲跟蒟蒻捲 很特別吧 把它倒出來超像白米的 燒得汆燙一下去除腥味 高麗菜,胡蘿蔔還有洋蔥切碎 跟蒟蒻米一起拌炒 用鹽跟醬油調味一下 我要把它放在蛋皮上做蛋飽飯 啊,捲的不是很好看 這樣看起來有點單調 我另外煮了醬燒豆腐搭配來吃 醬燒豆腐我經常做 如果沒有時間的話 很快速就可以完成這道菜 蒟蒻真的是瘦身減肥的好夥伴 迫不及待來吃囉 是不是看起來很像飯 但吃起來很Q 跟著豆腐一起吃 變得比較濕潤 更好入口 還不住吃喔 我經常回購的大葉麥片 我都是買這種水手包 外除攜帶很方便 如果買太大包的話 放著放著有時候會忘記吃 開封貨也不好保存 泡會受潮 燕麥用水泡軟後 加上鹽、胡椒跟雞蛋 來做鬆餅囉 最後把剩下的燕麥糊也淋上去 該煮餡料就可以了 每3分鐘3分鐘慢慢夾熱 鬆餅成形就完成囉 燕麥鬆餅吃起來比較軟綿 不像一般鬆餅那麼厚實 酪梨跟蝦仁真的很搭 蠻好吃的 這個牛肉漢堡排成分相當單純 只有牛肉鹽跟黑胡椒 而且省去調味幾年漢堡排的時間 相當方便喔 因為要做減糖料理 把漢堡的麵包替換成生菜 做個蔬菜漢堡吧 我超愛這款咖啡的 現在還有夏日限定組合 有送一個玻璃杯 一盒內有24包分兩種口味 一個是可可香韻 另一個是堅果香韻 吃漢堡當然少不了薯條啊 我另外烤了一盤薯塊可以搭配來吃 牛肉調味不會很鹹 整個漢堡吃起來很清爽 咖啡很香也不會太苦澀 好喝 這個韓式豆腐很好吃 平常也很難買到 看到家樂福有賣 就買來做料理 豆腐切拌 把它用紙巾包起來 凸水30分鐘 紙巾如果很濕的話 要記得替換一下喔 我都會買這款鷹嘴豆 少小一罐一次就可以用完 不用再另外保存 成分也相當單純 把鷹嘴豆、蒜末、黑胡椒、紅椒 少許的檸檬汁跟橄欖油 一起混合後打泥 太乾的話可以加點水 這個品牌名字是豆豆農 很可愛吧 它有白豆漿跟黑豆漿 有分微糖跟無糖的 我都是買無糖的 喝起來很滑順 有濃濃的豆香味 超好喝 這道料理吃起來很綿密 除了單吃之外 也很適合沾蔬菜幫護當母將吃喔 家樂福有很多種鷹魚片可選擇 我現在都是買這種咖啡色的鷹魚片 另外有紅色的鷹魚片 自從知道那是打過氣體的 我就不買了 把沒有用到的鷹魚片分裝冷凍保存 我要做個好吃的魚料理 先將鷹魚片切小塊 用米酒、胡椒、咖哩粉 加上這個無糖優格 成分相當單純 只有牛奶跟菌種 散一點地瓜粉 這樣魚吃起來更滑嫩 蒜末洋蔥跟番茄先炒香 這個是我自己打的番茄泥 把它倒入鍋中 再撒上一些咖哩粉 跟加上些許的無糖優格 醬汁拌勻後 倒入烤好的鷹魚塊 加點鹽 番茄咖哩優格魚完成 做個飲品來喝 起一口切小塊 加上冰塊 倒入氣泡水 超簡單的氣泡飲做好了 鷹魚很嫩 也沒什麼土味 醬汁微酸很下飯 希望這次推薦的商品 還有做的減糖料理 大家都會喜歡 掰掰